你是斗文你不努力你让我努力 我一扣钱都努力 我都上班主夫人我还努力啊 上班主夫人这个梗可是被赵云一玩明白了 之前被观众喊老板娘 吓得两人直接闪现离开了舞台 本以为是担心自己的演艺生涯 没想到赵云一醉翁之意不在老郭在小郭 她的目标并不是董事长而是未来老板娘 外部的郭老师都亲自打电话过问了 赵云一也是直接喊话郭老师 给她的儿媳妇派个伤演 你少班主夫人你现在雷你伤演都没有 你丢人不丢人哪 我也觉得丢人 我叫你问我 我问谁啊 不得不说 有了赵云一的加入德云社的舞台 也变得更加欢乐 自从七队有了赵云一的加入 不但穿衣风格变得严谨了 就连过生日的画风都变了 之前都是想把过生日的送走 如今却变成了海底捞生日歌 自从2021年赵云一的加入 赵云一就引起德云社粉丝的关注 毕竟这是如今德云社唯一登台演出的女弟子 虽然还没有被次子 但许多网友们都已经把赵云一当成了郭老师的唯一徒弟 赵云一舞台上的表现也是越发的游刃有余 特别是跟孙九湘进行合作 两人的先挂能力真的是一决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我家的 他就这批你还敢说话呢 我都不敢说话了 我买票 你花钱了 对 花钱了 我来问你你是不是他家的儿子 花钱了 一时父母 叫什么妈妈是过分的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酒香太难了 刚送走一个傻儿子 又来一个叛逆闺女 真是把酒香给逼疯了 面对傻儿子还能薅薅头发 但面对叛逆闺女酒香 真的是无从下手 打不得骂不得 酒香也逐渐变得暴躁起来 我给你唱了 唱 这环节许小熊 许小熊你太吓人了 我每次我都敢被牛打 你都误打我 我就看在你是个女的份上 你吓死我 你再来还她的其他人 你是 哈哈哈哈 太吓人了 你还不如直接打着呢 唱吗 唱 哈哈哈 近几年 经过专业老师的指导 赵云一的相声水平 肉眼可见的进步 在表演上越来越好 堪称后起之秀 最里面干净 哪怕没有字幕 也能听清楚 无论是地方戏 还是京韵大谷 赵云一都能信手拈来 就是不知道 郭老师对这个儿媳妇是否满意 要是郭麒麟能跟赵云一演一场 就更好了你们觉得呢 因为人生的 把你来看